我们的爱情是秘密 不能成立 就算我爱你 也不能够说明 他在你身边 逗你开心 先让你跟大家来问候一下好了 Hello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幼时 我的专辑终于在3月13号发行了 请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是的 我们现在网路很流行 只要Google 你马上就可以知道测试一下自己的人气如何 真的吗 还不错 还不错 还不错吗 真的还不错 木的那个做效果 真的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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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去查过 对 我会发现 其实这一点值得大家开心的 第一点就是说 原来好的声音还是有机会让更多人听见 你也是华刚 华刚邦 华刚邦 对 我是华刚邦的 没错 但是你是表演艺术科的 对 因为我是第一届 所以呢 过去其实没有这个科系啊 对啊 那个时候我记得要考试700个人入区50个人 进这一班 那其实我们有点像白老鼠 哦 测验型的 表演艺术我会直接认定是跟戏剧比较有关 还是其实是我的错觉 其实是各方面的 其实呢 我们有戏剧科嘛 嗯 那还有一个表演艺术科就是我们会 等于艺人的做法 哦 对 所以我们连化妆啊 走秀啊 舞蹈 歌唱演戏 我们都会请专业老师来教导 那所以每一个科系都要考试 所以有被当的可能 怎么开始接触到音乐 喜欢音乐 喜欢创作 这一段路程 从小吗 其实我 对 我从小对音乐其实就有一种敏感度 那我 我常常就是一首歌听完 我就已经记得怎么唱了 可是就是慢慢的我就开始唱唱 怎么觉得 诶 这段旋律好好听哦 我就慢慢开始创作成一首歌 可是那个时候我还不会弹琴 在十一岁的时候 那时候还不会 嗯 十一岁还不会弹琴 然后我就觉得我想要去 就是伴奏 然后我就自己买了一台keyboard 然后就买书自学这样子 你也是自学型的这样子 对 我是自学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蛮辛苦 因为必须要去突破重重的难关 嗯嗯嗯 这是真的 对啊 因为在学习过程中 有时候像我执法啊 不对或什么的 其实自己在练习都会不知道 所以手腕很容易受伤